如果你是老板 你摸摸你的良心 问问你自己 在你企业里面 有几个人为企业百分之百的操心 很多人问完以后说 老师两个 一个是我 一个是我老婆 所以你做了十几年 还是个个体户 那请问在华为 有多少人像任正非一样 为华为操心 19万人 因为人人都是华为的股东 人人都为华为操心 你们知不知道 任正非创立华为的时候 占华为多少股份 百分之百 你们知道从百分之百 减持到八十 七十 六十 五十 四十 三十 二十 十九 八七 六五 四三 二一 你们谁知道 今天任正非 占华为企业多少股份 零点六 有人说老师不对啊 上一次开会 你说零点八 他又减持了 狠不狠 这就叫老板啊 直接一点吧 协商 使命就是为谁干 使命决定格局 格局决定结局 你们知道 很多老板是怎么死的吗 公司有一个 第一名的业务员 加入公司以后 给业绩做得非常好 老板看他赚了钱太多了 开始把这个 员工的客户 抢到自己 为自己所用 来有没有这样的老板 后来第一名就走了 他经常这么干 所以他公司 留不住优秀的人才 直接写上来 写上老板的第二大司法 就格局太低 对员工是如此 对客户是如此 对合作伙伴是如此 没有格局 格局就决定结局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 大家好好的 进入这个故事 去想象一下 假如说 现在你穿越到了200年前 整个世界 一到晚上都处于黑暗 各家各户 只能点煤油灯 结果 你发明了电灯泡 来请问你会不会发财 会不会 不一定 来你信不信 不一定啊 如果你没格局 没境界 你发明了电灯泡以后 你生怕别人看完以后 模仿 所以你都不敢点 涂抹等到 所有人都睡着了以后 自己在家里点 你就算发明了电灯泡 你也是个穷鬼啊 你们不要笑啊 这个世界 有没有这样的人 到处都是这样的人 好不好 而且第一个发明电灯泡的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还有一个人发明了电灯泡 但是这个人的格局呢 就比刚才那个人稍微大一点 这个人的格局是什么呢 我要为家族崛起而努力 我要让我的父母过上好生活 当他有了这个格局的时候 来请问这个人能不能赚到钱 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电灯泡卖出去 帮助他自己买房买车 帮助他父母买房买车 他就有了动力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句声 他就会变成一个小老板 他绝对不可能给别人打工了 但是还有一个人发明了电灯泡 这个人的格局更大 他突然发现 我创业 我有一百多号兄弟跟着我 那这些人都拖家带口 都挺不容易 如果说我只成就我 我还是人吗 来在座各位是老板的举手 来摸摸自己的衣服 谁给的 想想自己的房子 自己的车子 自己所有的一切 是不是都是员工 帮我们创造的 就没有员工你是个什么 你什么都不是 是员工成就了你呀 没事干的时候 在座的各位老板 我送你们一句话 没事干的时候 多去员工家里面 坐坐坐坐坐家房 你住的是大别墅 走到员工家里 发现员工住的是农民房 连空调都没有 稍微有那么一丢丢慈悲心 就能让你瞬间 拉升一个新的格局 我必须要让 跟随我的兄弟 过上好生活 他的格局是为员工 买房买车而努力 来当他上升到这儿的时候 我们说过 你为自己 你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你永远不会成功 但是当你上升到为家族 你可以用你整个家族的力量 来成就你 如果你上升到为员工 你可以瞬间拉升 三千员工的力量 来成就你 你就从小老板 变成了大老板 还有一个人 发明了灯泡 这个人的格局更大 他在想 到底谁才是我们的 一时父母 今天自己买房买车了 员工也买房买车了 是谁成就了我们 是我们的顾客呀 顾客就是我们的 一时父母啊 我们今天吃的 穿的用的 全是顾客给的 那我们应该 怎么对我们的顾客 怎么对我们的一时父母 终于明白了 我要爱客户 从今天起 发誓要爱客户 要对客户好 我的那个灯泡不耐用 大家灯泡都不耐用 为了赚钱不在乎 但是今天在乎了 我要把灯泡的质量变好 我要把那个铁丝 换成屋死 用我的灯泡 照亮我顾客的 每一个家庭 来当他的格局 上升到这儿的时候 他可以瞬间拉升 所有顾客的力量 为他所用 他就会成为企业家 你们离成为企业家的 距离很远 同时也很近 就惨那么一点点 当你一旦起心动念 当你一旦的格局和使命 是跟你的顾客 都有关的时候 你真的可以用 你顾客力量来成就你的 你的顾客用了你家灯泡 别人家灯泡 点三小时就坏了 你家灯泡点了 三年都不坏 你告诉我 你的顾客会不会 给你转据烧 他会想方式法 让自己亲朋好友 都换上你家品牌的灯泡 这个时候 你的公司也就变成了品牌 还有一个人发明了灯泡 这个人的格局更大 这个人的格局就是 我今天 我帮助自己买房买车 实现财富自由了 我帮助我员工也实现了 我帮助我的顾客也实现了 那今天我成为了 有名的企业家 我得到了荣誉 得到了鲜花 得到了掌声 得到了名誉 来这些东西谁给的 是这个国家 是这个民族 是这个时代 没有这个这么好的时代 没有国家 你啥也不是 突然上升到了 一个新的格局 为国家 为民族 你瞬间就变成民族企业家 你的企业瞬间变成民族品牌 你可以瞬间拉动 整个民族的力量成就你 来 各位 讲到这儿以后 有没有发现 你创业是在第零党起步的 所以起步根本起不了 而任正非 是从第四党开始起步的 当年任正非创立华为 一分钱没有 就是有一个使命 让中华有为 所以取名叫华为 它是从第四党开始起步的 所以它的企业 真的像非一样 变成全球第一名 所以在座各位 有多少人是因为华为爱国 所以买到华为 太多了吧 不是因为喜欢 就是因为你爱国 所以我说了 你的梦想跟谁有关 就能拉动谁的力量 来成就你 当你的梦想跟自己有关 只能与自己的力量 当你梦想跟整个家族有关 用你整个家族的力量 当你的梦想跟整个员工有关 用员工力量 当你的梦想跟整个国家 整个民族都挂钩的时候 整个国家民族都会来成就你 你的起心动念跟谁有关 就能拉动谁的力量来成就你 还有一个人发明了灯泡 这个人姓艾 叫艾迪生 他发明灯泡 以后他很兴奋 他说我的梦想不是 照亮我整个家族 照亮我的员工 帮助我的顾客 照亮整个美国 他说我发明了灯泡 所以从今天起 我的使命就是 用灯泡照亮整个世界 我的个仓天呀 用我的灯泡照亮整个人类 我的个仓天呀 就当他的使命 跟整个人类都有关的时候 请问会发生什么事情 就整个人类都来成就他吗 还用说吗 就变成百年企业了吗 艾迪生的使命是跟人类有关 所以人类成就了他上百年 他变成了个百年企业 来我问你 你的企业的使命要跟谁有关 马上升起一个金字塔 叫格局金字塔 第一塔 为家族箭头写上小老板 第二塔 为员工写上大老板 第三塔 为顾客写上企业家 第四塔 为国家 为民族 写上民族企业家 民族品牌 第五塔 为人类 为家族 后面下面写上 为自己自私自利 现在终于知道自己 为啥这么累了吧 你是被人压在场底的 你是白羊子啊 你能不累吗 人家马云一出手 就是为顾客 有没有发现 马云上市了 公司上市 正常是每一个 作为一个企业家 应该是最兴奋 最开心的 一定要上去 敲钟 对不对 到了美国 纽交所说 马总上去敲钟 马云说我不敲 开玩笑 你上去敲 马云说 阿里巴巴成功 不是我的成功 那你让谁敲 让我的 在阿里巴巴上班的 服务那些淘宝店主的 淘小二 让在我们天猫 在我们淘宝 卖货的那些商家 让我们的顾客敲 这个纽交所 那所长都以为 他开玩笑呢 说开什么玩笑 你让你顾客敲钟 从来没有过呀 我们美国建国以来 证交所没有过呀 马云说了 阿里巴巴的成功 不是我的成功 是他们的成功 结果你们知道吗 那天真的就是 阿里巴巴的员工 和阿里巴巴的顾客 上去敲的钟 来我问你们个问题 这个各位 我过来说了 你的企业跟谁有关 就能拉动谁的利益 来成就你 有多少人为他操心 这个企业就能做多大 这个各位 我问你个问题 你们的企业是谁在操心 一般就是 你跟你老婆在操心 因为你们两个有股份 生产人都没有股份 来告诉我是 还是不是 来做到各位 请问阿里巴巴的企业 谁在操心 阿里巴巴全体员工 加阿里巴巴全体客户 来做到各位 请问每一个淘宝店主 每天把自己说的时间 精力都放到了哪 他们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是干嘛 他们晚上睡觉前 最后一件事是干嘛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 打开阿里巴巴网站 全身心的在上面 接单服务客户 他们晚上睡觉前 最后一件事 打开阿里巴巴网站 所以在为顾客那里 箭头上写了两个字 马云 就马云是从第三档 就起步了 来任正非呢 他直接四档起步 马斯克呢 马斯克当年创立Z2 做互联网公司 是最早的电子商务公司 今天的亚马逊 包括阿里巴巴 都是模仿马斯克的 马斯克赚到钱以后 所有的美国人 都觉得马斯克是英雄 然后他马上又做了一家 电子支付公司 就是金银支付宝的前身 PayPal 其实支付宝 又超原PayPal的 结果赚到钱以后 又把他卖掉 卖了以后 他去做电动汽车去了 他去做特斯拉去了 特斯拉这家公司 都快倒闭了 他做特斯拉 因为他收购特斯拉 几次破产 几次清零 几次要面临牢狱之灾 有挺明表 所有东西卖掉 老婆跟他离婚 潜一屁股外债 所以你知道吗 当年的 美国最牛逼的 那个投资人 叫什么名字 就会投那个老头 叫巴菲特 巴菲特就跟马斯克讲 你投资要做 有趋势的生意 互联网多有趋势 电子支付多有趋势 你不做 你去做汽车 你知道马斯克 怎么说吗 马斯克说 这件事如果我不做 没有人会愿意做 如果我不把电动汽车 这件事整完了以后 全地球再跑燃油车 石油总有一天会被烧尽 能源总有一天会耗尽 因为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燃油车对整个地球的污染 是超乎你们想象的 如果地球这种汽车 再这么跑下去 到最后的结果就是 南北极会融化 海平面会上升 无数沿海城市 会变成汪洋大海 总有一天 海啸地震 会把整个地球全部吞没掉 所以他说 我这件事必须做 我做这件事 不是为了我 是为了全人类 他在做特斯拉 到最后成功了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 让他更想象不到的事 本来几次失败 都让他卖掉特斯拉 他不卖 结果终于成了 你知道他做了一件什么事吗 他把特斯拉 所有做电动汽车的专利 全公开了 所有你们那些 老掉牙的那些燃油车公司 都可以来抄我的专利 来开发电动汽车 你知道这件事 做完以后 你知道在整个世界 引起渲染大波 一个美国记者采访他 说马斯克先生 请问你有 你公开自己的专利 你是为了什么 你是不是所图甚大 为了赚更多钱 都把马斯克整的 都无言以对了 你能听懂吗 马斯克说 我都放弃专利了 马斯克说 你知不知道 苹果每年收专利费 收多少钱 上百亿 我放弃专利了 我还所图甚大 我就想把我的专利 贡献出去 让人类都能够 研发上电动汽车 哪怕我公司倒闭了 你们可以在我的废墟之上 再造城邦 能够让地球没有污染啊 这就是我的动想啊 这件事 我能不能做成不重要 只要是有人类 能把这件事做成就行了 那个记者说 你肯定所图甚大